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新一集的石華理智 過去這個禮拜來說,港股的走勢都比較反覆 帶入新的禮拜回來之後,其實表現都是在高位繼續回落 我自己看短期來說,都會釋放在21,500以下增持 但上星期的低位,曾經都接近20,000點樓上手運 所以我會先看20,000至20,500點的區間 我相信我會找到一個支持 始終算是由17,000至23,000樓上 如果調整一半,我覺得市況的基調走勢也不太大 當然我們要參考紅色這個,差不多是20天線 都是一個比較值得留意的水平 而RSA暫時仍然站在50樓上 但仍然在休息,所以我覺得整股的格局仍然存在 短期來說,反過來看股就未必看市 但過去這個星期市場近期的集中度比較關注 或者是耐力方面的經濟政策 上星期先後都有兩個重要的會議 我想比較值得多些,差不多就是財政部那個 因為發改委,似乎的推動力都不太大 至於財政部來說,雖然大家最期待 可能最實際,就是有沒有發財格度 實質數字公佈,但全部都暫時未有 但起碼市場總結了四支箭,他們發了 其實都是來得比較正面的 第一,針對地方債方面有支援的情況 其次就是對內房問題方面的推動 都是比較具體的 第三,就是對內銀方面的注資 如何再補充資本方面 都有些實質的建議內容 最後,這也是針對 可能第四季來說 再有機會推動一些刺激消費的措施 所以這四支箭都算是 如果以方位來說,都比較全面 當然,最重要是關心 10月底人大常委來說 對這些推動的措施 實質的金額可能有機會發放 現在最基本希望能夠配合 就是今年還有2萬億 在這方面的政策有條件去推動 當然市場已經有些估算到連續幾年 計算是要去到6萬億 甚至是再大些金額 但我想最重要的是 現在路線圖來說 跟著去走 我覺得對市場的機調改善來說是有的 所以反過來,有些大行 最近對恒指有一個比較上 因為政策方面的良度 容易去推動 在股值方面 如何可以計算 第一,最基於恒指來說 所謂的憧憬期望的升市 如果能夠有條件存在 是基於三方面的情況 第一,低估值這件事 還有沒有機會繼續消化尾 第二,低配 無論是長短線的基金來說 低配的情況 已經完成了 由低配到合理的水平 第三,所謂的憧憬 這個憧憬當然是政策期望的憧憬 但三者來說 我覺得其實還有發揮空間 當然由最低的谷底反彈 推動上已經走大 以股值為例 其實如果你看回 如果現在恒指由 差不多之前的 八倍市盈率 推動回 現在曾經去過接近十倍 如果說 接近9.5倍流上 就是21,200的水平 如果十倍來看 差不多應該是 21,500的水平 如果你說十倍應該 就差不多接近 我們上次的高位 23,000多了 短期來說 現在來說 我覺得區間 之前可能是八至九倍 現在可能是 集中回 應該是九至十倍這個水平 所以我想 大家可以基於這個區間 去考量短期 如果恒指大家 仍是覺得 有條件推進的空間來說 如果你說 接近是九倍 我就覺得 差不多是 二萬至二萬零八 所以基於這個因素 去推動回 好了 反正的政策 我們覺得其實 不耐力方面來說 是有 但是有多時 要那個 因素去配合 大家或者 看好經濟數據 例如 審容方面 進策方面 或者最重要 就是 M1和M2 M1 就是 貨幣供應 M0和M1 就是 幾反應 推動經濟 刺激經濟活動的 數字 未來我們都 值得去 留意著 如果你說 市況 其實另一個 都是要關心 中資的 EKF 當然我們很熟悉的 例如 220 223 雖然這些 比較大隻 或者我們 亦有掛牌 接觸到 因為其實 為何我們又要留意 資金流入的推動 因為最終 都是看內地經濟 或者對內地股市 方面的投射 究竟是否來得正面 但由沒有到有 或者現在繼續 由低配到合理的水平 而言 始終 A股市場 不是太多外資 是滑入的 變成 他們可能 都是投放 透過 ETF 推動 如果你看回外資 透過 ETF增持股票 如果過去這個星期 吸金量 仍然不錯 超過54億 的美金 例如說 Bedrock 中國大型ETF 吸金 差不多 接近25億 另外加實 滬芯 的300指數 A股ETF 都是創了一個 單周紀錄 所以這些 數字上 如果你說定調方向 我們都知道 A股ETF 的急金量 都是可以 一個考量的情況 當然最重要 我們第四季 會否再有條件 再進一步 透過財政策 增加債項 發行 值得關注 如果我跟索契 而言 其實我自己 在說 這輪公務的措施 尤其是 例如說 各方向 對內人的資本 大家覺得 核心資本 有機會將它改善 所以 昨天的內人股 都叫做 借勢 叫做 之前比較上旁落 但也叫做 走高 有持有內人股的朋友 基本上 某程度 還可以 繼續放心 因為 雖然市況波幅 波動大 他們基本上 普遍都是 再挑戰之前的頂位 但就算不突破 在這些水平 安全度 還是比較上高 所以 某程度 我想 都應該 不用太過擔心 但反觀 勸商股來說 都是要小心 之前的公位 衝得太厲害了 現在來說 都需要一個 整顧的情況出現 所以 我想 大家都要繼續 值得去關注 所以 這就是勸商股 我想 有幾隻 大家都值得去看一看 反覆程度 都比較高 今天來說 還有很多 近年來說 都比較反覆 值得去 繼續 把市況上落 反而始終 中庸之道來說 我覺得 內欠 回落後 如果中線 看到很多定調 基本面 保單方面的收入 A股的表現 做得好 這也是比較值得去關注 例如債券 債券 其實都很值得說 內房債券 因為這期大家可能 從另一個曲線角度看 不是大家買 內房股 雖然看到金額 如果做得好 現在一隻比較上學 都好像 不知是否在偏方 和大家說的一隻貝殼 如果成交多來說 差不多 好像內地 我們熟悉的中原 和美聯 其實都是受惠 不過近期都是整股消化 但如果你說內房做得好 其實都是有股積提升 也有助內房債 所以不需要因為股值提升 所以未必需要再這麼大的壓力 或者有條件 即是underline的項目 做得比較好 所以對內險股來說 我覺得是有幫助 反而這陣子如果再回到 例如新華保險 法律型起 都可以在十天線上找來講 我想都可以去後 這期的走勢明顯是強了 這期都是回落 這裏都顯示了 即是黃金比率 如果有機會去回到50 或者現在說 接近 接近 我猜是 差不多 十六元 以下來說 都可以少住 去關注 不過這個星期 我想和大家探討 而去回一些 比較穩固的股份 當然穩固的股份 也有大有小 如果大家對 對未來的股市的前景 其實覺得 都是一個新常態 轉了調 反而這兩天 都是比較關鍵 是不是真的 開始市況 又轉入悶局的情況之下 例如成交 都有條件 可以維持在兩千億 或者樓上呢 這值得關注 如果都是測試到 大家可能成交方面 已經打穩基礎 在這方面做得好 其實港交所 這期 因為之前大家衝得太高 大家都有點擔心 覺得有點害怕 跪得太快 其實反過來來說 大家都覺得市況 市調改變了 我覺得可以 這期都比較考驗 就是300元的關口 如果反過來 可以有條件分去做 就看接近300元 先做一駐 但如果擔心門局 有機會再拖多低 這是第一駐 第二駐就低一點 可能接近20天線 或者去到差不多280元 再試才再賣 因為近期仍然是透氣價格 不過透氣的股價 似乎好像慢慢跌幅收窄 這是其中一隻 但另外我覺得 因為中指貨早前都說得太多 而且現在有些各自收復 消化整固的情況 反而我覺得可以留意 一些本地的股份 例如長建 或者港燈 這些都可以去看一看 例如長江基建 早前的大市 建頂 尤其是炒在倫敦 做上市 或是有很多拼購 做了結市的雙頂 差不多58元 樓上的回調幅度 都不小 差不多有10% 現在似乎 不大行 需要回軟 而且似乎 如果近期市況 趨向悶局 情況下 又有機會吸納 我覺得 基本上 都可以 反過來 逆向去買 這隻長江基建 有幾隻 公共股股 都有這樣的情況 反而 如果你看看 例如港燈 都很硬 沒有怎麼回 在5.2元 這些位置 這些都是 現在 又接近六幾息 都值得考慮 另外 除了港燈之外 例如 電能 也是 如果 早前 失去了 收息股 現在 這期 市況趨勻 炒完 所謂Beta值比較高的股份 我想 都值得留意 還有一些 已經公佈了業績 其實 都算是 手得穩 或者能見到比較高 例如 新創建 他們的業務 我想 都比較 是 某程度 大家知道 很多不同的 公路項目 或者匯錢方面 等等 這些的收益 其實 隨時方向好 或者用量比較多 都是回來的 現在 母公司 整個集團 整合後 業務定位 都更加清晰 最重要 是保持著 現金流 現在 七里幾息 都值得 去關注的股份 例如 港鐵 港鐵 大家 不覺不覺 這次 都沒有怎麼整股 雖然 市值 早衝上去 但是 抗跌力 都很強 你見到 之前 都是試過 30元左右 之後 這次 都是說到 1-2元的水平 其實又叫做 現在期位 不過息率 不是太可取 但是 進口攻去可守 你可以當成半隻 地產股 這樣去看 你看到 很多的 商報項目 其實 空置率 都不太高 所以 這些情況下 都覺得 應該放膽 在市況上 做多一點 投資 但是現在 在股份上 之前可能有 錯過了上次的升浪 或者現在要再看定些 反而 這些類型的股份 都值得考慮 還有 反過來 如果你看看近期 來說 有些比較上 中市型股份 有些比較上 落後一點 例如 維他奶 早前 見到 盈業成可能有機會進行收購 大家都覺得 可能重新看回它的股值 而且 本身 當然有一兩年的業績 隨著消費市道 一般 不太穩 但是 現在來說 也看回其他市場 尤其是做好事 而且 反而在海外的市場 做一些比較上 走一些健康的產品路線 豆奶 其實 都得到一定的席位 所以 這個 雖然又回歸一些 但我覺得近期的消費品股 其實 也有少少 被忽視了 唯一你可以彈這個 顏色就不太高 所以這個我想 可以值得去留意 還有一些冷門的股份 雖然這些 真的不是非業門的 但是 其實 也和大家可以分享 因為近期 都在高台上 推動上去 以及市高位 有他們自己的原因 經歷考驗 這就叫做顯灣科技 主要就是1523 主要都是從事設計 發展 以及行銷一些 我們所謂叫做 SDWAN WAN 軟體定義的廣域網絡為主 變成做相對地的 維護 或者支援的服務 反而這個市況 又不是因為 之前的國策 發佈了的營起 看到他們的銷售推動 以及股本的匯率 有一定的提升 所以這也是 未來他們也有幾個 產品的推動 都會有機會做得比較理想 涵蓋的業務也比較寬 包括交通、海市、建築、自動駕駛 以及很多公共安全的項目 廣播的項目 所以都可以叫做 看到近期穿了破頂 都可以留意關注一下 另外一隻就是 你見他都是 不過成交真的不是太多 這個要留意 另外一隻也是比較小提的 但近期其實都算是 在走勢上都比較強 就是2276 康德內國光學 這隻來說 其實就是 主要是做些什麼呢? 主要是做一些 在業務方面來說 覆蓋網絡 全球超過百售國家 主要是做些 眼鏡鏡片的品牌 以及批發的分銷商 所以這也是由他們自己的業務定位 它的息率也比較偏大 但是我想最主要是 炒回他們業務方面的對應 今天也算是有一個比較大的 也算是逆市有上升 不過這期可以讓大家留意一下 這些股品其實逆市有上升 而且他們也是 有些少少是比較上 這個就是少少 一些工業股的情況 現彎也是比較上 科技中 其實他們也比較屬於 中低 比較上中低端的項目 所以 但是反而這期大家覺得 比較上紮實些 可能股市都比較上落後 有空間去用 如果你說 大隻的 或者這期如果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我覺得去回一些航運 或者一些物流 去留意一下 但不是每個都好 例如144 做招商局港口 反而它做港口馬頭的角色 我想是比較傾向穩定 而且這期也看到很多出口方面的 訂單方面的增加 市場碼頭的次數也是能夠配合得到 他們又沒有炒得這麼厲害 所以股價的走勢也算是不錯 一直都靠在10天線上 現在來說也有5厘以上的股息 這也是比較上穩中求進的 剛才除了長港基建 算是不錯的選擇 可以繼續留意 另一個就是 京東系近期都成為市場招商 因為之前整個系都被人旁落了很久 當然先被炒上 就是說 大家覺得今次的雙十一個推動 京東系這方面也有個 相對地有條件收入失地位 一個推動 其實我自己對平凡經濟股 某程度是真的強勢 如果你看回3690那些真的炒了一股 我就覺得現在這股 其實就無謂追絕了 3690年衝得太厲害了 但是京東始終被人 如果現在的經濟好 或者大家都是對電商方面 有一個轉制的情況來說 它就衝高到差不多接近192元 其實如果再下深一點 我想可以回150元 不妨要找一隻跟電商相關的好份 當然首選我也是喜歡阿里巴巴 也算是繼續做得不錯 有機會可以回到二十天線 或者一百元樓下才考慮 另外京東比較像帕南門 也值得考慮 但京東我反而想提醒 我近期的印象 也做得不錯 就是京東物流 因為它反而在物流方面 都能夠配合 除了沒有公司外 還有一些做第三方的項目 所以反而如果近期捕捉電商 大家預期有很多憧憬 因為補貼也好 或者氣氛慢慢好回推動 它實惠程度反而是比較大一點 它估價也叫做 之前有差不多十五個半的位置 也調整了十二個四個半 如果確認打穩連續三支揚足上回 補回列後 我覺得炒回波幅 去回之前的高位去到十五個六 都有水位空間 所以這個物流股反而 我覺得中庸值得留意 還有一隻 這就是本地為主 我看了一隻 636是如何呢 這隻咖哩物流 不過這隻比較弱 我有保留 之前衝勾之後 如果看回走勢 都是見了一個 似乎出現一個頭肩頂的情況 怕它一回落 都會回得比較上心 所以我寧願回回 2618 所以我喜歡比較多一點 大家不妨可以去留意 今天和大家說的股份 主題性比較多 因為我覺得市況又慢慢趨向個別發展 但也有些值得留意的股份 反而不是純指數以外 這次和大家去分享 大家不妨可以留意一下 有沒有發掘投資機會 今天和大家說到這裏 下集再見 如果有些問題 值得分享 我們可以在留言 和我們反映 多謝大家 下次見 拜拜 下集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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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集再見